寿林社区发展协会部落执行团队 以传递泰鲁格传统手工之一为基础 打造寿林部落特色文创商品 以及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产业优化计划执行成果 并在道拉斯文建站办理成果展 寿林乡长王玫瑰 乡名代表连一龙以及村长周贤德 合章者共同分享部落创作艺术品 达到文化传承的工作 道拉斯文内我们应该要让他分享 给其他的部落文件站来看 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文件站到底在做什么 对不对 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让他分享 第一次听过建设处建管书 记得有这样一个优化的一个情况 在林文物庆 那包含他有劳动过 这个那是属辱 包含我们这边的 也看如安他写计划书 文件站是全面系 我们修林乡的长城 为了主要是全乡多服务 一样幸福在这个修林乡 我们活在修林乡是一个好地方 那么好的资源 再加上我们的乡长 你们的幸福村长 我们都杀了 在修林乡长王玫瑰 和修林乡美代表连一龙 以及部落的将者们的竞争之下 花林县修林乡设计发展协会 在协会总干事詹淑儒的精心规划之下 以部落资新团队来传递 特鲁格组传统手工艺为基础 来打造修林部落特色的文创商品 并且在道罗斯文件上办理成果 修林村长则是感谢乡长王玫瑰 大一的支持 以及学会选体中的努力 我在这里可以肯定 香港不是在做秀 真正的在做事 让我们每一个村长 每一个领长 部主席也好 事务主长也好 都感觉到香港的一个用心 对于修林乡的市政 这个是我最大的 知道骄傲 我在这里可以 相反 如你真好 而这次协会总干事 张时如也说明 这次计划的内容 我们再申请 花园新政府建设处 有一个时间产业优化的部分计划 我们做的是叫做 益材结合在我们的手边 这是把我们自己的族群的支部 益材结合结成品 我知道我们的长者 做会很辛苦 这是我们核心干部先研发的 可是我们会慢慢做到 简单简易的皮雕 或是支部皮雕这个部分 我们会用我们核心干部 来教我们的建设的方式 协会也特别邀请乌玛老师 来说明这是编织和皮雕作品的课程 我是很开心说 服务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来这里 然后教大家做这个供应 我是还蛮开心的 然后因为在这个 虽然的时间很短 但是大家做的都很开心 当支部与皮革之间的艺术对话 或者是说当 乌玛跟支部 支部妈妈的一些艺术对话 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产业 可以慢慢慢慢的更深入 跨了一些修林乡 修林商业办协会理事长 也是修林村长的周先生 他表示 协会用传统手工艺技术 开辟新颖的道路 每个作品都是每个创新 也是一个传承 也希望在协会 共同规划丰富的课程内容 活化协会来分享成果和经验 并且和相信各个协会 来加以连结辅导 希望透过这次的成果 让大家看见秀林 塞铁方协会的努力 乡长散不散 乡长好不好 有了 记得既然就像我们老